常常听到有人吐槽日本的奇葩饮食文化 有很多日本人觉得正常的食物 在其他国家人的眼里就很奇怪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日本的七种奇葩食物 章鱼胆饭 盖饭上放着一只大章鱼 它看起来已动不动好像睡着了 但是只要一淋上酱油 章鱼就像触电一样火深声跳起舞来 日本人口中的美味料理 可吓唬了不少外国观光客 这道跳舞章鱼盖饭 碗里头的主角大章鱼 事前经过厨师特殊处理 神经系统遭到破坏 在酱油倒下去的瞬间才会受到自己开始扭动 但是当你准备要大块堵一只 它突然动起来 这也太可怕了吧 雪鱼白子 白子其实就是雄鱼的经巢 是日本人的最爱的食材之一 可以直接配合酱油和芥末生吃 你可以在日本的任何地方找到它 聚酒屋 寿司吧 超市等 据说雪鱼白子的口感像冰淇淋 但是这道美味我绝对不想尝试 蜜蜂幼虫 蜜蜂幼虫是日本代表性的使用昆虫之一 是已故的鱼人天皇的最爱 或店主的方式使用 而有独特苦味的蜜蜂幼虫 则多以店主方式来增加其甘甜味 并与白饭一起享用 是一道滋养补强的香土料理 但是看见这些密密麻麻的东西 他们真的能下得去嘴吗 各位勇士敢不敢一试 在日本人的餐桌上 经常可以看到鲸鱼肉 这是他们自二战以来就常吃的一种食物 因为鲸鱼肉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富含脂肪和蛋白质 所以是当时人们的主食之一 鲸鱼肉尤其受老年人的喜爱 他们认为鲸鱼肉可以有效预防老年痴呆 而鲸鱼的腹部和尾巴是最常见的部分 据统计日本人对于鲸鱼的需求 不压于我们对普通的鱼的需求 马肉 使用马肉在日本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马肉有一个浪漫的名字 鹰肉 这是因为马肉接触空气后 呈现粉红色 颜色似樱花 而最佳使用马肉的季节也刚好是樱花剂 对马肉的热情激发日本人开发的各种马肉料理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以生鱼片的形式生吃 配上酱油芥末和大蒜 你想不想尝尝 纳豆 纳豆是日本人最爱吃的养生食品 民间有顿顿时纳豆能活99的谚语 他们认为纳豆有降低血压和党固醇的功效 所以在餐桌上几乎经常看见它的身影 它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而成的豆制品 除了有一种特殊的酸臭味 还能拉出尝尝的丝状物 这浓浓的酸臭味真的可以吃吗 海葡萄 海葡萄是日本流行已久的一种食材 生产于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 它的样子非常像葡萄 但又不是葡萄 而是一种藻类 海葡萄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 吃了它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所以被称为长寿藻 由于海葡萄不能烹煮 所以有很多种生驰的方法 随着海葡萄的名气越来越大 现在海葡萄分布于世界各地 在我国的青岛和海南也有 鱼白子 白子其实就是雄鱼的清潮 是日本人的最爱的食材之一 可以直接配合酱油和芥末生吃 你可以在日本的任何地方找到它 鸡酒屋 寿司吧 超市等 据说鱼白子的口感像冰淇淋 但是这道美味 我绝对不想尝试 长按点赞 运气++++ 评论区等你哟